郭佩帆議員 語重心長 警務人員很頹喪 應付那些 市民的暴力 我也有一項投訴 我也見到一個警務人員 他就說他內心很不安樂 他覺得他去觸察就好些 對那些和平的示威者 要花這麼多心機去 難他們 他覺得有負他初頭做警隊 去維持治安的職責 他很頹喪 郭佩帆議員就不在 我不知道 你們有沒有這樣的個案 或者有沒有這樣的 心理輔導給你們的 員工呢 我舉個例子 好像我1月1日 一個人在這裡 被你們百多人圍住 那天晚上我看過 也有罪案的在其他地方 那個人就走了 打人了 黑社會勒索走了 他真的頹喪 抓過一個人 一個人在這裡 上司又不叫他開路 又不叫他請我走 是不是 在我喝水的時候 有 重案組第一隊 走過來 梁議員 我要拘捕你 我要拘捕什麼 非法集會 這裡是非法集會 我說你不要說那麼多 我一定要拘捕你 你說退不退喪 你有沒有這樣的課程 就是 那些男子漢是想捉大賊 那些重案組想捉那些 好像他們騙商業罪案 警方執法一向都是一視同仁的 如果個別被捕人士 如果自己案件想申訴 他又可以釋降渠道 你的意思是否就是和平示威那些人和大賊 我不便 市長 我可不可以回答先 梁議員 好嗎 讓他繼續回答 我剛才都說得很清楚 梁議員被捕一案 我不會在這裡評論 但是必須強調 警方執法一向都是一視同仁的 我一向是依法辦事 明白 在去年七千多宗的不論是集會 或者遊行 大部分都是可以順利完成的 明白 我們警方的責責 亦都是協助市民 是和平依法有秩序地做的 那當然有些人是妄固法律 事意破壞這個社會秩序的 我們當然有責任 要去處理 明白 梁議員 那你就說 一視同仁 那 你覺得 在一個示威裏面 有一個人站在馬路中心 那你們這些警察 不要說我了 眾所周知 在YouTube那裏卡到爆 是不是 那你覺得 你用幾百人對著一個人 而另一個警區 沒有警察去對付那些犯罪分子 不論是 用網上騙錢 逼糧為槍 收貴理數 你覺得這樣一視同仁是對的嗎 馬超長 這個 我再說 我不會評論梁國雄議員被捕的事件 沒有 假設來的 亦都不對假設問題回應 不過我必須強調 如果每一個香港市民都有負責任 依法進行相關活動 他實際上可以幫我們浪費了 即是不用浪費了很多警力 那些警力確實可以用在更加有用的用途 多謝梁議員的提議 我正式向你道歉 我一個人站在馬路中心 又沒有人過來叫我 梁議員你走開 我們再開一條路 這麼簡單 又沒有人舉牌 說梁國雄議員 你現在已經正在 舉人非法集會 你百多人在 你認為 你們這麼威武的警察 兩個人制服不了我 或是喜歡聽梁振英下台 那時候是喜歡聽釋放劉曉波 或是覺得你協助市民舉行一個和平集會 是嗎 即是你不評論個別的事件 你不評論我被捕 你評論當時的事件 YouTube看的 我都想你也看過 有沒有這麼荒謬呢 那天尤千望這麼多罪案 是不是 我怎會浪費你時間呢 我是不是有三頭六臂 我是不是聖經的巨人哥利亞 我一個人在 你還要找一隊重案組的人來抓我 其實梁議員麻煩你跟我來已經搞定 你這是不是一時同仁 要不需要用重案組來抓我 我是張子強 還是 這個是不是一時同仁 要不需要心理輔導 好 正如處長 剛剛提到 都不會就這個個案 方便另一方面回應 鍾國斌議員 跟著就是劉卿議員